我现在在深水埗正在田黄和一名谷有会面 因为一名谷有说他买了一个物业 入口无奈出现了一些管理和屋院的维修问题 明明这个项目本身事件谷是有品发展 事件谷本身重建也是希望提升小业主的生活质素 但换来就是业主的一套戏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准备去现场 了解一下 由厨柜底滲出一大摊混合灰尘的水 单位地板老化面貌 不告诉你可能以为是什么二手楼 但实际这里只是新居入伙住了4个月的单位 去年年初 业主张小姐 已近700万买入深水埗一个单位 9月收楼时 就发现玻璃窗边 挨近厨房的墙身有明显水积 他叫执收工人重造墙身 但在一个月之后 亦真是台风施耳山来临的前一天 当他慢慢将家具搬入单位的时候 就发现厨柜底滲出一大摊水 那天大概6点半左右 我上到来放下了一些东西 我走的时候我就看一看 因为那个位置我本身是放了一些纸箱 我就看一看为什么有水积的呢 还不是水积 是很多水在 而水是带了一些灰层 一些木舌 我就移开来看 接着我就看到在我厨房下面的位置 就是很多水 我当时就立即打电话在管理署 他们就跟管理署说 管理署就立即是他们的管理员上来 他们当时就拍片去看 最初就以为是不是星盘漏水 我们就打开星盘下面的厨櫃去看 但里面是干爽没有事的 接着大概7点钟左右 我先生来到了 我们再看看源头在哪 发觉在厨櫃下面有一个生口位 那里就是一个去水的地台 我们就发觉去水地台不断地溶水上来 我们那时候因为都已经晚了 都差不多8点钟的时间了 我们就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找些布 索住些水 10月9日台风施耳山吹集 大雨之下 两夫妇就无奈 只能够通宵留手在家里抹水 一直到10月11日 执收工人上门检查之后 就怀疑抽油烟机通风口入水 而水流就沿长身流下来 最终在厨櫃底滲出 当时执收工人 就只是在抽油烟机排气口折胶 以为就这样解决了问题 谁知道去到10月13日 而大雨之后 当另一个台风圆規趋集时 厨櫑底继续有水ους出 张女士觉得事态严重 要求�anti-政府直接对话 发展商派出周圣的职员和她会面 薯奸后說 他单位的墙层曾经装修过 可能是导致满水的原因之一 但当时管理署职员都从旁指出 义上刑wyん他平却�遗姐保 覺得問題與裝修無關 最終發展商承諾在10月底安排吊船做外場檢測 但這時卻出現一個相當樸縮迷離的問題 我們在10月底去出吊船 他繼續在七樓英的排氣口去下功夫 他在外面試過接膠 接膠後再試水 但我們都發覺不行 都是去水地台游泄 然後他們覺得 有可能不是在排氣口入水 可能是在去水地台外面的U型游泄 他們再去接膠 試一下封了 然後再試水 再試水時 都發覺有問題 仍然在入水 同一時間我們樓下三層單位 亦都報告了 我家屋都在入水 就叫我們停了 入水的情況是怎樣 他和我不同 他是由抽油煙機那邊 入水 而我是由廚房去水地台入水 因為當時已經下午 都已經黃昏的時間 他們全部下去處理 我們再約第二天 一試水兩個單位一起漏 但不能馬上找出源頭 因為大廈管理費 只是包了一個月出動一次的吊船服務 所以要進行第二次外場檢查 已經是隔了一個月後的事 那天是十月四日星期六 我們就在去水地台外面的U型游泄 除了有功夫 他們就再接膠 但都是發覺入水 最後他們怎樣解決呢 他們是要轉開外場的 轉開外場 然後他們發現可能U型游泄 是沒有做好防水的工程 他們要轉開外場 然後噴到櫻泥 封回去 然後再去試水 在我們試水的期間 樓下六 是第七層的單位 亦都跟我出現同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地台的去水位都開始入水 發電商就停了 然後又下去處理 兩次外場試水 都垂直式波及樓下其他樓層 第一次 吊船在外場近抽油煙機口 之膠後做試水 導致樓下隔三層的另一個單位 抽油煙機口都流水 第二次吊船針對U型游泄位做試水 導致樓下隔六層的另一個單位 廚櫃底滲水 究竟外場是否沒有做好防水呢 會怎樣處理呢 張小姐在一次管理公司安排 居民回面上告 先得知同署不少護主 都受到同樣問題困擾 我們直上都有問過管理公司 我說其實以我所知 B室已經有三個單位出現這個問題 其實會不會整棟大廈的B室 都會有這件事呢 管理公司就回答我們 其實他說台風時 主要有滲水的問題都是C和D 他們都有機會 懷疑可能全部C和D 都會擁有同一個問題 我們都有要求過 既然是這樣 其實是否應該要重新檢查一次呢 我們都暫時沒有得到很確實的回覆 大廈在哪裏呢 就是位於深水埗海灘街 在2005日海灘 屬於事件局需求主路重建計劃 火灘得牆地產一起發展 全盤有76個單位 海灘在2020年9月開售 當時首批50個單位 即公平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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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1年2月收樓的時候 我都曾經聯同驗樓師一起入屋驗樓 當時發現的交流質素就不算好理想 廚市都有漏損問題 單位驗樓得分是58分 如果你打算新年前後幫家居裝修 就要留意這個期間限定的優惠 不算樓市菊友可以享有裝修送驗樓 被菊友可以在裝修之前 先了解全屋缺陷以便菊友去跟進 即日起去到2022年1月31日前 透過指定連結輸入專屬Promocode 二手樓業主選用好師傅成功配對 滿20萬港元或以上的全屋裝修工程 就可以回贈全數驗樓費用 而且可以同時享用胡雪樓市獨家額外 兩次QC和無上限掌賞 優惠資訊和指定連結已經放入影片簡介中 記得看清楚優惠內容 鑑於第一次 章類市和得場地產周盛職員會面不算愉快 所以會後寫了一封電郵給事件局 希望事件局以公契人身份介入事件 當時事件局是這樣回應的 已經向合作發展商反映 亦都得悉發展商有致鹹回覆 如果收線工作有任何查詢 可以向管理公司聯絡 其實章類市再透過電郵 希望安排和事件局去回面 而在一次非正式居民會議上高 他都知道七名業主都有同樣訴求 他透過管理署 希望安排事件局和得場地產見面 但事件局回覆他們就不會出席 而得場地產就沒有回覆 結果章類市再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 市區的單動重建項目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可能事件局有份參與 我們亦都是因為這個發展商 是一個中小型的發展商 我們見他是港資的發展商 又加上事件局去參與 我們亦都對事件局很有信心 因為覺得始終都是政府的貨物 但我沒有想過事件局去 將這件事好像置身事外 我覺得如果個別一個業主 兩個業主他有反映 他不去處理 或是他交給管理公司處理 是合理的 但當這麼多公交問題都出現 或是當有住戶聯合發表一個意見 或是邀請他都不去處理 其實他的角色是在做什麼呢 今次事件似乎反映到 張女士的流水問題不是個別事件 而針對著張女士今次流水問題 是德祥地產先後發了三封電郵回覆他 第一封在10月21日的電郵 就說對張女士收納後的問題和不便表示協議 同時德式德祥地產的員工 和張女士會面不愉快 就說會調查個案 至於執修工作 就希望張女士繼續和管理公司表達 在10月26日發出的第二封電郵 措辭已經轉趨強硬 就說保守期內的執修工作 就不是由業主決定需不需要執修 而是由建築師去決定 其後張女士表示會向申訴專員工處投訴 事件局終於安排他和德祥地產的職員去會面 張女士就說流水問題已經滲到單位其他地方 要求換全屋地板 但其後德祥地產在第三封 也就是12月8日發出的電郵 就說需要張女士提供進一步的證據才會考慮 多戶業主都備受流水問題困擾 其實海泊的公家地方都一樣是備受批評 例如大唐的天花 自從一次維修冷氣之後 拆除了天花之後 就一直都沒有再維修過去 整個天花都是難的 再加上停車處 由入火以來都堆積了大量的建築廢料 一直都沒有清走 而發展商和承建商一直都沒有確切日期 給小業主聽究竟是何時會清走 一個這麼小的項目都可以搞到業主怨聲再度 就著這件事 我留了發信向事件局和德祥地產查詢 我們向事件局問了幾個問題 包括事件局在這個項目的角色是怎樣 為何他們不肯和海泊居民會面 事件局就說他們會敦促德祥地產去做事 但究竟做了哪方面的敦促呢 而德祥地產提供資料給事件局的時候 究竟事件局又有沒有核實過德祥地產提供的資料呢 以及如何去確保德祥地產日後 會徹底處理小業主的訴求呢 事件局是這樣回覆的 事件局回覆說德祥地產負責統籌和監管項目設計、規劃、建造、裝置和銷售 需要負責處理所有執收和住客相關查詢和投訴 他們又說收到我們胡說樓市查詢後 已經立即擇成發展商處理 亦要求提交個案整改進度報告 並一直敦促發展商積極跟進相關事宜 事件局說除了木地板更換一事 其他事宜發展商和承建商已經跟進和改善 經過與發展商協調後 已經與業主達成共識 會聘請獨立第三方評估木地板 事件局會繼續向發展商跟進 我們也有發信向德祥地產查詢問了幾個問題 包括海柏CD室的業主很多戶都反映到流水問題 究竟是否與外場造漏防水有關 會否再做檢測呢 另外德祥地產在10月26日回覆張女士回覆的時候 就說單位裏面是否需要去執修 是由建築師去決定 而不是由業主去決定 究竟建築師又基於甚麼因素去考慮 決定是否去執修呢 至於單位的空間問題 我們也有問過德祥地產 天花何時會去做維修 以及在一個停車處裏面 一些垃圾快料何時會清走 究竟會否有確切時間表呢 德祥地產回覆說 已經是單位排水管連接外場水管的長孔 完成修復和解決滲水問題 類似問題在大廈另一個單位都發現已經解決 未收到其他單位有同類型的情況 而建築師如何來定執修 就會是按照建築合約裏面的建築規範 作為建築工程施工標準 至於公家地方執修和停車處垃圾問題已經處理好 我們胡雪樓市在2022年1月6日再到現場視察 發現大堂冷氣和天花確實完成維修 至於張律師單位漏水問題 因為期內沒有下過大雨 暫時沒有再出現 但他要求月內做多一次檢測 確保沒有漏水才放心 木地板問題就原則上同意找公證行評估 但暫時未有人跟他接合 早前向新租專員工處投訴 處方已回覆說不受理去的個案 理由是項目是屬於事件局和私人發展商合作 和一般私人發展商出售的物業模擬 他建議可以按買賣合約規定去追討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就是這麼多 在香港地上車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多時候我們買新樓都是貪方便 不用搞那麼多 但想不到都搞到一套戲 不知大家又怎樣看這個議題 不如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你 如果大家都喜歡看這類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胡雪樓市在YouTube頻道 按下旁邊的鐘仔和最重要是CRS 下星期出片就不會錯過了 今次才談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